八十斤的女人生下了一名八十斤的巨婴 直到将孩子抱在手里的那一刻 女人依旧不敢相信这坨小东西是自己亲生的 但目已成舟 她和丈夫也只能趁着夜色偷偷将孩子带回了家 这是2023年最新科幻美剧《我是处女座》 也是迄今为止我看过的最大胆的美剧了 因为在她猎气荒诞的外表下 实际上却是在极尽嘲讽着美国的畸形现状 男孩名叫大壮 因为刚出生两个月的她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 也正是因为她的异常 大壮的父母从来都不敢让她出门 她的童年除了电视就只有超级英雄的漫画书 就这样过去了19年 19岁的大壮身高已经超过了四米 显然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她了 无奈之下 父母只能为她在郊区建了新房 刚来到新家的她十分开心 但当新鲜感推去之后 她却越来越渴望自由了 可父母却总会以各种借口阻止她出门 如今的大壮已经到了叛逆期 处女坐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也逐渐苏醒 于是在这天晚上 穿上吉利服的她偷偷跑出了门 看到公园里一群正在聚会的同龄人士 她的眼里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可就在这时 其中一人却来到了她跟前并解开了裤腰带 眼看自己即将被发现 大壮只能拔腿就跑 但这一幕直接把男人的尿给吓没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 公园里出现巨人的消息还是在网络上扩散了开来 并且公园里那群人还来到了她家门口 三人说着男人都懂得笑话 一旁偷听的大壮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热情的三人试图和她打招呼 但看到伸出来的巨手后直接懵逼了 大壮将好奇的三人带回了家 从小孤独的她不仅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还展示了她的日常娱乐 而听到她说从来没有出过门时 三人当晚就带着她出去兜风了 看着外面从没有见过的景象和高耸入云的建筑 大壮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接着他们又带大壮来到了飙车现场 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的人似乎并不害怕自己 于是他没能忍住内心的兴奋 给众人展示了一番传说中的绞杀飘移 听着周围传来的欢呼和尖叫声 大壮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视频再次在网上扩散了开来 所以等他回到家后 父母严厉地斥责了他 甚至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记事本 这里记载着他们收集到的所有巨人被杀事件 有的被做成了标本展出 有的被卖给了研究机构 甚至还有被暴徒残忍分尸的 巧合的是这些巨人跟他一样都是黑人 可尽管这样 大壮还是执拗得不以为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非但没有受到伤害 还收获了其他人的喝彩和关注 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 大壮彻底地放飞自我了 他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底 喝了19年来的第一杯酒 劝退了第一个来搭讪的妹子 甚至还体验了别开生命的第一次群殴 他却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父母看到新闻报道后也察觉到了危机 但似乎他们早有准备 只见父亲对着柜子来了一段BBOX 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的大壮 还在准备着实现他的第二个心愿 那就是尝一尝父母口中的垃圾视频 可来到快餐店后 他却被一个牵手观音般的女店员黑妹吸引了 或许是同类相吸 黑妹也早就对大壮按许方心了 因为和大壮一样 黑妹从小就有着自己异于常人的能力 刚出生的她瞬间就能将母亲的奶喝光 就连父亲特意定制的大号奶瓶也瞬间见面 等她逐渐长大 她才意识到她眼里的世界比正常人要卖一百倍 这才在其他人看来她动作飞快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她开始尝试控制自己的能力 可尽管如此 长期超负荷的养育 还是让她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这让她父母只能狠心地将她抛弃 至此她的内心也逐渐封闭 直到看到了大壮的新闻报道后 她才觉得自己或许并不孤单 而同样沦陷了大壮 之后的日常就变成了不是在买汉堡 就是去买汉堡的路上 就这样 狼情惬意的两人自然而然地就确定了关系 但两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烦恼 就当大壮终于成为了男子汉时 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一切 大壮的三名好友之一小黑 原本只是在骑车时出了一点小意外 一片玻璃碎片不小心扎进了她的肚子 可当她来到医院说明了情况后 医生第一时间却不是给她治疗 而是询问她是否有医保 因为医院规定了没有医保就不能进行治疗 但身为黑人的她哪有资格呀 就这样 韩松中的她因为失血过多彻底失去了意识 等到朋友赶到时 她就已经彻底地闭上了双眼 而小黑的死就此成了一个导火索 彻底地点燃了所有底层人民的怒火 他们有组织性地来到了医院门口游行示威 收到消息的大壮也带着黑妹姗姗来吃 大壮的另一好友帽子哥是这场游行的组织者 眼看时机成熟了 他开始对着所有人发起了演讲 只见他身后的黑幕一卷 瞬间就将所有人拉进了他的领域 在这里 他不但怒斥着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甚至还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 随着他的演讲结束 情绪激昂的众人瞬间就被煽动了起来 原来帽子哥也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有着名为演说家能力的异类 同样被挑起愤怒的大壮也决定做些什么了 他利用身高的优势成功突破了警卫的防线 可就在他准备将好友的名字写在墙上时 大壮被突然出现的盖板钢铁侠瞬间制服 而他正是早就盯上了大壮的幕后boss长毛 长毛是这座城市唯一的超级英雄 同时也是唯一的掌权者 他不但以自己的身份出版了超级英雄漫画 还控制了城市里所有的新闻舆论 他盯上大壮的目的也很简单 将他打造成一个大反派 这样身为超级英雄的他才有用武之地 所以这一次他并没有给大壮直接定罪 而是将他软禁再加两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风暴潦草的结束了 一切似乎都没有任何改变 但一切又正在慢慢改变着 先是一部分的底层人民 在一夜之间突然就变成了蚂蚁一样的大小 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没有工作或者刚刚失业 而这正是长矛对于反抗的穷人所施加的惩罚 还不止如此 他又开始通过网络电视潜移默化地渲染着巨人的可怕 逐渐来加重人们对大壮的恐惧和不安 甚至就连他漫画最新一期的敌人也变成了巨人 看到这一切的大壮彻底地醒悟了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了父母的担心 大壮跟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 让他没想到的是父母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切 父亲再度对着柜子打了一段BBOX 瞬间就将房间变成了武器库 他交给大壮一对特制的电子之虎后 大壮也正式开启了他的计划 他找到那群被缩小的底层人民 邀请他们一同反抗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破坏宫电厂的调节器 这样穷人就能和富人一样平等用电了 准备就绪的众人很快就来到了宫电厂 袖真人先是通过通风管道潜入了保卫室 用动画片成功覆盖住了摄像头 大壮也趁此时机砸碎了调节器 只是一瞬间 黑暗的底层社会就迎来了光亮 可当他们回到家准备庆祝时 却发现他们还是低估了资本家的实力 电厂很快就更换了新的调节器 底层社会再次陷入了黑暗 而更糟糕的是 执法者长毛也在此时带着火箭炮找上了门 现此 大壮父母却并不慌张 因为他早已留好了退路 带着众人通过暗道成功逃了出去 大壮第一时间就找到帽子哥寻求帮助 可长毛再次出现在了身后 关键时候 还是大壮母亲一把将其撞飞 可慌忙逃窜的大壮却依旧落入了陷阱 他被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 当成了恶魔的化身 眼看即将就要被处理极刑了 极度的恐惧让他强行挣脱了束缚 可刚逃出来 长毛再次从天而降 大壮只能下意识地伸手 让他惊讶的是 原来超级英雄竟如此若击 自信新暴涨的大壮开始拖着他游街市中 他质问长毛明明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为何要对他如此赶尽杀绝 长毛只好跟他坦白了他的阴谋论 并诚恳地跟他道歉 还诚挚地邀请他一起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这一套组合全下来 大壮瞬间就放松了警惕 长毛见此立马召唤出无人机 在用绳索套住大壮的脖子后 失去平衡的大壮又被无数钢索捆住 长毛拿起棒锤跳到了他身上 一棒又一棒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危机关头 还是帽子哥及时赶到 他先是对着长毛一顿捧杀 借此打消了他的防御心灵 这才成功将他拉进了自己的演讲领域 在这里 帽子哥开始跟他辩论起了资本主义的真相 帽子哥无情地揭开了长毛的遮羞布 失魂落魄的他再也顾不上大壮了 坐上无人机后静止地逃离了这座城市 而在故事的最后 大壮替代长毛成了这座城市的超级英雄 可当他拉开衣服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在慢慢腐烂